缅甸风灾 近满三周年 一千多个日子以来 慈祭人长期的陪伴 除了让缅甸名声食粮丰收 更带动起禁思雨的效应 让真善美的佛法 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缅甸 已经有俗十位当地志工 愿意承担起慈祭的使命 其中一位 就是精通华语的苏金国先生 把禁思雨翻译成缅甸文 通过了道种发放计划等管道 让缅甸民众 更容易贴近上人的智慧法语 你看缅甸他们因为一场灾难 实际跟他结了好严 给了他们种子 他们很用心跟他 那我们给他的 那我们给他的 那这个地亚五印三好 可说好话 心行好事 心想好意 那这农夫呢 他看了以后呢 他就是铭记在心里 立愿了要行三好 他这个道 别人看到夏宇都很担心 因为他三好嘛 时时都要善解要感恩啊 所以啊 他每一天啊 对道天说好话 所以他封锁了 以往呢 都是二十五五一产 他能说成的呢 才八百多楼 那今年呢 封锁了一千两百多楼 所以他感恩啊 还要回馈啊 因为感动 所以感恩 因为感恩 所以回馈 一句好话的力量 可以见得有多么的大 静思雨前白易懂 在在感化了许多人心 从一开始挨家挨户 介绍静思雨 如今更通过了 举办静思雨读书会 让好话升值在 每个人的心田里 其实静思雨每一句话 都是很平凡的 地地的仪然啊 总是这样而已 却能看到啦 国家的世荣工商啊 都好像都很能受用啊 这呢 都是能启发了有缘的人 还能契机的人 有契机啦 我说的位置 可以听进去 表示呢 真是有缘人啊 所以有缘人啊 这个句句是妙话 听来很受用 要是没缘的人啊 那你就是千言万语啊 也没办法 所以感恩所有的知己人 普遍在每一个角落里 不只是在台湾 只要有知己人 所踏的土地上了 都会有静思雨 所以用 在科马亚纳佛市里 此计人更得到了 校长的同意 定期在市里 何老师 小沙米尼和学生 分享静思雨 我从来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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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都没有 所以 可怕你嘛 是向大家 表现一下 可怕你打出 必须没有用 来 我说 我说 你讲 這都是他們所感覺到的 竟實以可以一句話 人能紅到非到紅人 竟此與傳遍國際間 透過簡單的生活智慧 不論年紀大小 語言的不同 都能讓人們找到生命的正確方向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